用肉片拿来摘碎肉还挺方便的 省了工序 自己剁的肉呢 比起肉上还说的 口感好很多 剁碎就剁的了 因为这是把它炒的 要不要多融合 又变成跟那个肉上搅肉一样的 就不安逸了 就是用细口口的状态 就这种口感 它不至于是融合的口感 2番茄 这种番茄最香 去皮 皮子放里面煮的话就要散散了 又不好看 突然去洗了就直接 连皮子一起坑 说不定 皮子都是脆的 切成 切成放点大小的点 炒肉 肉瘦就多点油 肉肥就少多点油 肉肥就少多点油 这个是自己剁的 它炒出来以后 炒鲜好以后 它都是这种小坡坡 就变成口感 那自己剁的肉呢 改成叫做呢 你只剁的是啥肉 剁出来的 这边就说一个 你如果去买这种绞肉 教你有一个便利的方法 也比如你做原子 拿筷子绞肉的时候 如果绞出来拔了很多的筋筋的话 这个肉比不少 就是全是这边锅鱼料 其他也要浇的 我一般想就浇了一次 这种东西 我就不得买 再也不得买它的绞肉 我让它把这个水汽 炒干 我给你这边的肉 把水汽炒干 水汽炒干了 炒干就加豆子 就不用再炒 这豆子煮不久 所以就刚好给它齐瓶就可以了 它开了以后就把它切开 就不要烫了 烫到煮容易把它少晃 它颜色会更晃 它其实本来是轻点 捞的害怕就还得晃点 以前我都搞不懂我都闻了 因为你轻点不要晃一点烫肉 但是如果炕刀煮久了 它就会变得很晃 加了番茄它还会晃一点 其实以前烧 最早烧并不加番茄 就是烧几次 很香 加了番茄它更圈 有点更圈 就大火烧它大概 就是五分钟左右 收水 然后这个菜也是非常简单的 只加盐 啥都不加 如果番茄偏酸的话 就可以加点烫 去中火一下 如果番茄不是偏酸的话 就啥都不用加 水明天收到很多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下番茄 番茄加些估计就煮三分钟左右 番茄煮扒 融进去就可以了 一开始盐水的水 水触控了以后尝一下 就是番茄的酸度 甜度 来调节加不加糖 我这个变刚刚好 摔铁味怎么合适 整个过程都是大火烧 大火出美味 这肉 主人喜欢吃的那种口感 对焦头的肉 你可以用五花肉带皮的 切成火火也可以 烧到别慌了 把汁水收得比较干了就好了 OK了 双盘 这个也是 不加添加剂的下饭生器 特别对我妈妈来说 嗯 嗯 好吃好吃 嗯 皮吧 嗯